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再个要说一声谢谢 因为在上一次节目之后呢 我也知道您收到了很多这个反对意见的指责 支持也不少反对的更多了 在这个情况下您还在今天节目中能够愿意在节目中跟我们聊聊你的这个诉求和理想 我觉得这个呃别的不说呢 勇气是非常好 所以在这里 民主社会嘛 必须有这么个勇气 我想我想对 我想这个您的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是2月12号正式成立 对不对 对 那么您的诉求是 我这是根据您的这个公告 您的宗旨是推翻中共 创立共和 还政于民 以及造福大众 对不对 对 那么我想我想这个一个非常呃 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 当当这个老百姓 或者当人民 或者当人们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现在做这个 这个推翻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工作 有这个市场吗 啊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嗯 大家认为没有这个市场实际上有个错觉 这个错觉就是说中共现在制造了一个神话 说中国目前只有共产党的领导管理这个国家 没有任何政治力量 政治组织能够管理和领导这个国家 嗯 嗯 我觉得这是他们制造的一个神话 事实并非如此 就好比说 现在有座大楼 做了一百个住户 大家呢 要找一个物业公司来管理物业 嗯 可是呢 这个物业公司呢 它旧的一家 而且不允许别人来管理 他服务很差 收费很高 但是呢 大家没有办法 还得找他 因为管理再坏总比没人管好 嗯 嗯 所以呢 还是要他来管 这样的人们感觉就说 哦 他这个市场你看多好啊 一百个住户全选择他的管理 那别人怎么插得进来呢 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成立另外一家新的物业管理公司 收费比他低 管理比他好 服务比他好 而且 人们有选择的余的时候 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抛弃这个老的公司 选择了一家新的公司 嗯 嗯 嗯 这样市场就出现了 所以今天的中国是因为说 没有别的替代力量来跟共产党挑战 嗯 所以人们就觉得好像没有市场 嗯 一旦我们出现了一股替代的力量 人们就会自然的选择我们 到了那一天 我想 中共的垮胎将是指日可待的事 嗯 嗯 嗯 您刚提到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物业管理这个例子就是说 您说前面一个物业管理这个他的经理人 他说他的公司 嗯 嗯 没有尽责 所以说我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可以来替代他 对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说 如果说老百姓或者这个住户要选你来替代他的时候 那老百姓或者住户必须要知道 你这个新的物业管理公司 到底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管理好的经验 对对对对对 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呃 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解释 第一方面 前面这个物业公司他已经糟透顶了 嗯 嗯 没有人比他更糟的了 他没有保安 他断水断电 他收费非常高 出来问题也不解决 嗯 那新的公司来 怎么也不会比他糟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新的公司 他是一帮精英组成的 这些人过去都有很好的物业管理的经验 尽管是一家新的公司 但是他有很好的制度 有很好的人才 而且他有很好的服务承诺 我们为什么可以让他试一试呢 人们往往是说 这一家我已经立位了 因为他太糟糕了 嗯 我们不妨让另一家试试看 另一家说不定比他干的更好 所以在人们的这种心理的驱动下 我觉得很自然的就会做出一种选择 就好比现在民主国家的很多新的党派上台 并不是因为他出色 就是因为人们立位了过去的政府 人们需要换个面孔 需要让新人试一试的手 就选择了新的政府 嗯 这是很自然的 在上一次我记得您上节目的时候 我们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 我觉得类似跟今天谈的问题还是相当类似 就是说 为什么老百姓必须要选择你 或者是要跟随你的旗子 嗯 嗯 国民党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很多人觉得说 中国中国大陆还不如共产党治理 还不如共产党 国民党治理很好 是的 是的 同样的一个研究下来 如果说这个中国联邦临时政府成立之后 搞不好 说不定还没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弄得好 嗯 这个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但是我想你要是看看我们的宣言 看看我们的纲理 就会清楚了 我们打个比方啊 目前中国共产党政权 他们尽管获得了政权五十几年 他们尽管也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经济成绩 嗯 但是他们一项基本的民生一直没解决 就是老百姓的社会保障问题 嗯 嗯 到今天为止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生病看不起病 退休没有地方领养老金 实业没有地方领救济金 绝大多数的孩子上学是必须付费的 如果付不出学费 你就要被赶回家 嗯 嗯 这四大社会保障 共产党现在没有建立 他们也不想建立 当然他们也没有能力建立 而我们未来的中国联邦临时政府成立以后 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做出成绩 让老百姓真正从政权更迭 从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中间获得实在的好处 这是一个足以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嗯 就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能解决 我想其他的问题我们当然也会解决的 你有这个新解决 但是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解决 老百姓还不知道 不 我还是回答原来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问题很好办 就是说 每年中国的GDP是多少 嗯 嗯 每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多少 嗯 这四项保障他需要多少财力的支撑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缺口 这些缺口从哪些渠道可以获得 比方说我们裁减军费 我们减少贪污 我们减少豆腐杂工程 我们减少那些不必要的跟台湾争取所谓外援的这些金元 嗯 把这些钱省下了以后 我们足以建立这个保障体系 这方面过去我们的中发联也好 今天我们的联邦党也好 以及我们这个临时政府的筹备委员会也好 我们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这方面已经拿出了成型的方案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未来的政府成立以后 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因为有一大批专家已经做出了严格的认证 如果这个方向 方式实在是可行的话 而且经过研究之后真的是可行的话 那么这个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做这个事呢 第一 如果他做了这个事以后 老百姓有了这样强的保障以后 他的政权控制会更困难 因为只有当人民对政权高度的依附的时候 他才容易控制 如果人民这些基本的保障都有了以后 他就很自由 就会不受你的控制 所以他不愿意做这个事 这是第一 第二 他的财力是有限的 他要把有限的财力用来扩军 买高科技的武器 让贪官去贪污腐败 上豆腐杂工程 然后跟台湾进行外交上的竞争等等 他把有限的钱用来那个方面了 他不是不想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第二 第三 中国经济一直在一个畸形的轨道上发展 他并没有把经济调在一个合适的正确的轨道上来 所以没有足够的财力 当然也没有解决好地方和中央这种财政关系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到现在为止 中共政权并没有拿出有力的力量 强有力的力量 在真正研究这个问题 他没有研究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中央班子的研究这个问题 更没有说拿出一个计划 多少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 现在朱镕基他所说的只是说 中央政府要在若干年内解决城市的保障问题 你知道 中国的城市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而现在多数城市人口还没有解决 那何连何运才能够农村呢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 要提出问题来了 中国大陆团团问题很多 这是其中之一 这是每个人都同意的 其中之一或者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 还是那句话就是说 你如何让广大的老百姓说 我应该支持这个人 我问这句话的原因 我再度的回来问这句话的原因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大的时态 大的这个局势 这个态势 时态 和当初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 以及和当初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 那个时间已经不一样了 完全对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有这个诉求 可能在这个大时代中最适合做这种诉求 而且能够成功的机遇很大的一段时间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现在这个时间呢 老百姓他不是要变 他要的是和 是安定 你同不同我的说 不同意 文革中间在外人 在海外人看来是个很好的变革机会 但是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为什么呢 文革中间人心是高度的向着毛泽东向着共产党 高度的人心所向 在高度的人心所向情况下 你怎么能推到这个政权呢 而今天不一样 今天少数贪官污吏 少数发了横财的人 可能拥护这个政权 可能失定 失和平 但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真是吃的上等没下等 比方说现在正是寒冬纳月的时候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房屋里面没有取乃 实在挨冻 所以这批人是希望变 希望一个新的政权真正为他们谋福利 希望那些贪官污吏得到整治 至少得到额治 所以你到中国今天 中国大陆去了解一下 到普通的市民中间 到普通的农民中间去了解一下 多数人希望变 他们对这个政权已经厌恶透顶了 你觉得他们希望付出 为这个变付出多少代价 谁都不愿付代价 问题是我们干嘛让他们付大的代价呢 我觉得本政府成立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手段 来加速这个政权的灭亡 或者加速一种政权的更迭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让老百姓付出很大的代价 然后再完成一种政权的更迭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个高度系统化的社会 高度系统化的社会已经不允许长时间大规模的社会混乱 胆期的 小规模的就足以完成一切了 好 各位朋友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 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彭明 彭先生 我们休息两分钟 马上就回来 成功并不是变魔术 KTSF26台带您看看成功必经之路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 为您送上生意人 主持人江涛将会带大家看看每一行生意的成功例子 令您可以从中吸取经验 学习如何开展及经营一盘生意 生意人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播出 KTSF26台新期六节目全新安排 于下午4点开始播放中文节目 繁忙的工作 繁忙的交通 意外在所难免 郭振威医生专制车祸及工作受伤 避免后患 请于经验丰富 信誉卓越的郭振威医生联络 成织剑和成智型外科医生是姐弟华人医生 积累了十多年经验 毕业于史丹佛极度科医学院 受教育多位国际知名整容专家 采用最新电脑技术预测手术或容貌 除一般美容护肤 眼耳口鼻整容手术外 还做皮肤矮开刀 受伤整容手术 呼吸障碍移至头发等 经账特惠 出诊免费 中文查询650-814-2019-408-370-3223 地址在Las Gartas North Drive 7777号 欢迎来到Grace Honda 想以最佳优惠购买全新汽车 立即来St. Bruno的Grace Honda Pilot 奥西及其他新车全部以超低价出售 现在 全新2003年自动波Accord LX只是18,598元 全新2003年Civic LX 有1509的8元期 最多选择 最佳优惠 立即来101号公路附近的St. Bruno Grace Honda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华夏地产学院童光辉老师 本学院是湾区唯一华语教学 设有参加分校的地产学院 如果您打算通过加州地产执照考试 请与我们联络 电话408-246-2800 地产和贷款执照班 然以招生 报名1800-380-8009 独立生活资源中心为南阿拉米达县的商财人士 提供更高质素的生活 令他们更容易投入社区 详情请指点510-881-5743 内线16 是510-881-5743 内线16 黄先生恰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 我们为您访问的是彭明 彭先生他是在2月12号这天成立的中国联邦政府 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的筹委会的主任委员 那么在这很快的把彭先生他的这个简介呢 声评简介向您介绍一下 他今天46岁 曾经担任过这个北京 是不是北京航空航天部 北京航天航空部这个这个航空通用电器集团的总经理 以及北京建成集团集团的董事长 也担任过中国发展新战列研究所的所长 在1998年的时候出一本书 叫做第四座封碑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然后1998年6月呢 彭明先生组建了一个组织叫做中发群 就是中国发展联合会 那么1999年1月呢 彭明先生被中共当局逮捕 在这个建奥里面秘密写出了民主工程的提纲 啊 西元2000年8月呢 彭明先生出狱 为了逃避中共再次的逮捕 在9月呢 逃出了南亚是吧 东南亚 东南亚 逃出逃出东南亚 那么在11月呢 获得联合国的奈民署的政治庇护 那么2001年的3月份 美国这个移民局批评彭明先生 以及他的全家呢 移居美国 然后2001年的5月呢 彭明先生被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 评选为2000年度中国杰出的民主人士 那么2001年的8月底 彭明先生抵达美国 然后呢最新的状况呢 就是2003年2月12号呢 呃 这个组织了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 那么彭明先生呢 担任的是筹委会的主任委员 有一点我想这个跟您聊一下就是说 这个你们对于呃台湾独立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台湾它现在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的主权实体 谈独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它实际上是想获得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希望联合国承认它的地位 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能够放弃对它的武力威慑 实际上它要了两个东西 而这两个东西我觉得 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我想它是得不到的 所以台湾要独立也好 它要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好 它要获得自身的安定或者是它的尊严也好 它必须促进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只有中国大陆民主化了才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 如果它想偏语一安当南宋小朝廷 我想它路子会越走越窄 那么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确实或者中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 你会你会这个支持或者是允许台湾独立吗 我想现在不到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政权没有说这个话的本钱 我们现在的整个中国联邦是针对中国大陆来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推翻了中国共产党政权 我们回国执掌的政权 中国联邦真正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生长起来了以后 那个时候我想我们会和台湾共主中华有限邦联 如果他们不愿意呢 他们不愿意我想 我们会以其他的手段让他们愿意 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是最好的选择 其他的手段包括什么呢 包括经济的压力 包括外交的压力 包括国际社会给它施业压力 它会最终就范 加上到了那天中国大陆已经民主化了 中国的发展也已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我想台湾人也是多数人心所向 大家会走上这条道路 因为邦联你还可以保持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 只是说我们建立一个在有限期间内 好我了解对不起 我用很多朋友在线上等着 第一位是Montleview的谭先生你好 我想向彭明先生提起三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Y7正好实业率很高的情况下 不论在世界日报有一天看到你们那个招聘起誓 大家很兴奋 就说你们招聘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农业部长 经济部长等等等等 所以我有点纳闷 就是现在你们现在招这些部长干嘛 因为现在政府还不存在 没有这个工作 你说国防像谁国防外交 像谁也搞外交 谭先生把你节省时间 另外你们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到5000美元 如果招聘那么多部长的话 那么地币钱从哪来 据我了解彭明先生好像没有得个骆驼奖 那么地币钱从哪来 OK好 这是一个fair question 谢谢 然后是San Francisco杨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认为彭先生的例子很可笑 政治绝不同于一个物业的管理 试问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他 试问你们有何政治资本与强大的中国政府抗衡 第二 中国政府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你们这些人能解决得了的吗 第三 中国人民需要的是胡锦涛总书记这样的领导人 而绝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OK好 谢谢 然后是San Jose的陈先生你好 你好 石东好 彭明好 现在剩下的共产国家有几个国家 两三个 独裁国家没有几个 所以彭先生的这个理想非常的好 那么成功的机会相当的大 同时他的立场跟那个孙中山一模一样 就是说 大陆的人心 是要民主 自由 人情的 所以彭先生这样一 讲出来的话呢 我相信有很多 会相应他的 他的议政 好 谢谢 然后是San Mateo赵先生 那个石东先生你好 你好 彭明先生好 我记得的话呢是在这个2001年的10月16号 那彭先生的话呢是在该台 当时所讲的话呢是准备在2002年的上半年的推翻中国政府 并大肆宣扬呢 这个要成为这个中国新的这个领导车 重要领导层的这个管理人之一 结果呢 这个时间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想大家的话呢都会清楚的 清楚的 知道 做出判决 你成名先生的彭明先生也只能是说说而已 那么第二点的话我刚才想了 那个那个他刚才他在讲话的时候 把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最那个最差的一个管理层 如这个这个什么作与和中国现在的这个这个执政党呢 那个来来作为比较 我觉得的话呢他这个举例的话呢是与中国政府 现实政党的会大将定平 那么来讲的话呢 中国那么从最近几年来 可 大家大家都有目共同 OK 我想我了解你意思了 谢谢你 我再接一个电话 这是Union City蔡先生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彭明先生 如果毛泽东存现在在世的话 他对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怎么样 嗯 很有趣的问题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 给我们几分钟我们马上就回来 2003年3月25号 Las Vegas令您再度陶醉 Celland Dior 新的一天 A New Day 导演Franco Gervais 崭新的一年 创造出非一般的演唱会 动用新鲜的歌曲 与Las Vegas开萨宫全新场馆演出 Celland Dior A New Day 万物错过 简单俐落 享受烹调的乐趣 Chef2烹饪时间 教您如何用史云生罐头鸡汤 快速烹调出一道道精美的佳肴 Chef2烹饪时间 是由史云生赞助播出 每个星期五晚间9点57分 说定26台 每个人都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是谁 能够为你提供最低利率 最佳的服务 和最简便的贷款手续 是我们 iLong123 iLong123 祝你实现梦想 我们尽心尽力 三凡市女青年会 验证为儿童科后学习活动计划 招募乙工和筹募捐款 这个活动是为三凡市华服的学童而设 详情整点415-788-5437 415-788-5437 欢迎您收看生意语人节目 我是主持江涛 3月1号下午5点钟 展望奖的唯一华人得主陈国良 将讲述他传奇的经历 欢迎锁定 3月1号下午 KTSF26台的生意语人 我们到时再会 各位朋友们再接两个电话 第一位是Wallet Creek的刘小姐你好 你好 既然开张了 就按中国人的传统送一副对联吧 蚂蚁圆怀夸大果皮肤汗树谈何意 横回而是不自量力 希望你好自为之 好 然后是San Francisco的刘小姐你好 你好 我一时就说 请问一下那个彭明他凭什么 中国政府那么强大一个国家都没有办好事情 他凭什么可以办好 而且我很同意史东先生你跟他问的问题 你问的非常好 其他人我觉得质问他质问的非常好 而且我想问他的经费来源是什么 从哪里来 好的好谢谢 我想这个总括的大家都在质疑你 最后一个观众讲凭什么 基本上我在今天节目速度提出来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经费来源 你总括的回答一下吧 好的 大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经费来源是广泛的多元的 而且是大量的 并且后续是有保障的 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崇高的有人愿意制住我们 所以经费不成问题 招人干什么 招人研究推翻中共 招人实施推翻中共的策略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拼什么能推翻他 我的民主工程里面写的清清楚楚 这里没有时间我就不展开说了 在奥克兰的世界书局有卖 第三呢有些详细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3月15号我们要开一个自线的研讨会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加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510-645-1188 510-645-1188 我们在奥克兰召开一个自线的研讨会 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们的问题还有什么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事后的联系 另外呢就是我们正在招兵买马 希望有识之士坚定的反共人士学有专长的人士 大量的参加了我们队伍里来 确实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部长职位以及所有的署长职位都在向社会公开招聘 这些人来了以后我们有很多工作给他 我们也有很不菲的待遇给他 我想这是海外的民主运动破天荒的第一次 采取职业革命家的方式来招募优秀人才 如果我们有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 我们推翻中共还成问题吗 在今天我们的筹回班子里已经有若干个博士教授 我想还会有更多的博士教授中共的专家 来加入了我们的行业里面 您对人才的定义什么下 人才的定义第一 他是坚定的反共为人民不福利 第二他学有专长 第三他的中国问题有深刻的了解 您这个稍微谈一下个人方面的 我们还有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您个人最崇拜的人是谁 我最崇拜丘吉尔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既能把握战争机遇 又能遵守民主规则一个最卓越的 二十世纪最卓越的政治家 所以我历来把它作为我的榜样 今天我们电话进来进来这么多 是不是和你在宣布了这个组织这个筹备委员会之后 你在其他方面接到的反应是不是相似 在比例上来讲 嗯我们接到的反应 我们办公室接到的电话 绝大多数是希望参加我们的队伍 跟我们合作供货 作货等等 当然也少数的骚扰电话 嗯嗯嗯嗯嗯 那今天这个我们这边的反应 和您平常接到的反应是不一样 今天呢好像这个骚扰电话要多一些 有些不友好的多一些 当然我知道中共它有钱可以仰批这样的人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呃 这个台湾政府也没有任何的 我想台湾会乐见其成 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项推翻它的敌人的工作 是最终保障台湾的安全与尊严的事 美国政府也没什么反应 我想美国政府它不会反对我们 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国土上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 而且从美国的长远的国家利益和它的远东战略来讲 都是符合的 所以我想它不会反对 当然我想在我们成功的关键时刻 它会给我们一些列索能力的支持 那是未来 谢谢您今天进入法问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在这儿 也已经全部的告一个段落了 再一次的我坐在这儿说一声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电话 各位朋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再见 谢谢 谢谢 safety 台ン fold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